這個我的是老電腦 所以沒有插電就會沒電 所以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然後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恰恰 然後我其實來過不少次 然後我們的專案是輻射地圖APP 那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 因為做APP 然後我們缺的是 iOS跟Android的工程式 那我們 等一下 那在就是我們在做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從二月到現在 那因為就是進度還蠻緩慢的 但是我們server系統已經架好 然後我是 我不是技術背景出身 那我自己是做GIS專案比較多 然後那個 這個案子 我們 我是公關就是代表 然後 我們也徵求就是之後有那個 等我一下 就我們之後想要經營一個那個 這個關於核能的知識的從學堂的粉絲團 那如果你對科普教育有興趣 然後 也對經營粉絲團有興趣 因為像我自己手上已經有三個粉絲團 對然後就是有點負荷有點大 所以如果你也希望就是可以謝謝文章 或者被別人看到的話 那就也可以來跟我們去洽談 好小喔 喔 直接關丟 好 這樣算三個弄進去嗎 還沒開始 好 很快速的帶一下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開發輻射地圖 就是我們要去 因為輻射只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有一個平台是可以 就是你隨時拿出你的手機app 就可以查詢 喔 你現在到這個地方 比如說你今天去看房 那你要知道你家附近 這個未來新山附近是不是輻射值是OK的 那你就可以靠公民監測的力量 大家就可以到時候人手可以一支 輻射儀器 或者是有專門的一群人在專門做檢測 那你就可以即時的查詢到這附近的 輻射值 力量有沒有超標 好 那我們解決問題就是 就是要主要收集公民的力量 然後收集大量的數據 然後順便去做 因為政府的監測其實是 我們不信任的 那我們就要公民的力量去監渡政府這樣子 好 然後 這是我們目前進度 這是我們的 就是已經有這種設計的樣子出來 但是實際上還沒有做出來 對 然後我們也會有一個網站 然後晚上可以即時的就是看到 你可以直接 我們之後地圖會呈現就是熱點模式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看那個熱點的程度 它的顏色的程度去看 然後這是我們的技術 然後還有我們 iOS 跟 Android 都確認 如果你對核能議題 有興趣可以歡迎加入我們 然後我們未來也會跟揪心科技 他們是做防災科技的 工藝的科技 那我們 未來還會到 就是推廣到日本 就是我們開發成果 然後我們有跟 當地的那個 輻射儀器的廠商 就未來想要談合作 引進他們的儀器 對 好 然後 對 我們還有PHE 程式開發這 server 段 然後如果你對粉絲專業 或科普教育推廣有興趣 一起來寫照案吧 對 好 這是我們的團隊 對 然後 好 謝謝大家 然後我預告一下 我下午會有個短獎 分享 第一次寫禮場就上座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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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